我国空手道小清新文姿云 五日晚间闯进市墙站 不过很可惜碰上的是 世界排名第一的乌克兰强敌塔利欧卡 双方站到4比4平手 最后遭到裁判裁定落败 文姿云虽然碎败犹容拿下铜牌 而远在台湾的家人也守在一幕前支持 文姿云的父母姐姐弟弟跟亲朋好友 看到文姿云过关斩将 心情也随着战况 洗三温暖 爸爸更是期望女儿可以为国 夺下一面金牌 他是慢乐型的选手 所以他会越打越好 我们对他还是很有信心 爸爸肯定文姿云的奋战表现 不过表现很可惜 就差了一点运气 但夺下首面奖牌 已经为我国奥运空手道写下历史 而本届赛事中 中华队目前南瓜两金四银六同十二面奖牌 继续刷新台湾的最佳成绩 华语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还原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订阅